那么我们现前在修学佛法 有许多必须要的东西 我们还是要收集 拿来做参考 在物质生活上 我们一定要满足 为了教化众生 有许多群侨方便 不能不懂 佛教给我们的四舍法 我们在前面讲过 四舍法是戒淫众生的原则 原理原则 所以佛法是糊糊泼泼的 虽然今天我们拥有一些 或是物质或是精神上的受用 形象上有 心理上不能有 形象上有是做什么用的呢 是接引众生的 如果我们今天学佛的人 过过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天天到外面去世 一无所有 世界没有一个人敢学佛 一看到 学佛还得了 你看 这可怜的这个样子 天天上街讨饭 算了不要学他了 所以为了借淫众生 我们也要把自己包装好 让世间众生看到生欢喜心 但是这个包装你可 自己可不能被包装 迷了那就完了 自己要揪 这个外表包装是给别人看的 绝对不是自受用 自己心地清净 一无所有 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 你才会如意 这个才叫神族啊 所以在华言经里面 你看善财同资 那就是教化众生的好榜样 特别是借淫 末发时代的众生 末发跟正发时期 这个社会状况不一样啊 从前的社会是保守 世间人对于这个辛苦的生活 没有不赞叹 没有不欢喜 现在这个世间人的价值观观念完全相反 你生活过得很贫贱呢 没有人瞧得起 佛法是横顺众生 随喜共同 一定要关机 那个时代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教化众生 现在这个时代应该用什么方法教化众生 我们要明白 从前人喜欢读书 提供书本 那真的是欢喜心 如获至宝 现在送他书他不要 为什么他不想看 现在送了什么 送电视他要 他很欢喜 我们如何把佛法的时候变成电视送给他 要懂得切记切理 佛常说吗 切记不切理 是母说 切理不切记 是闲言语 闲话了 别说了 所以必须要理机双起 那么我们怎样学习这一条 就应该要懂得 我们今天的习求 眼前的 是习求世界和平 是习求社会安定 这个是 第一个条件 如果这个世界不和平 社会不安定 什么都不能谈 谁有心思来学到 这个目标 决定要教学 才能够达到 圣贤的教育 而圣贤教育 现在大家都把它忘光了 不但忘光 提起来都反对 认为这是古老东西 我们是现代人 那个东西 应当抛弃 这样的错觉 在一切大众 心目当中 生了根了 你就想这个事情多难 所以今天我们要想帮助众生 心要从自己做起 我们天天说 说了不做 没用处 谁相信 说到要做到 佛给我们讲不识 我们真的是识 佛教我们持戒 我们真守法 佛教我们忍辱 我们什么都要忍 教我们怎么做 我们很认真努力去做 舍一条就做一条 做到了再跟人说 这别人才能相信你 我们自己的力量非常薄弱 众生的业力这么大 我们怎么能转得过来 转不过来也要转 能转几分算几分 决定不起来 决定不能放弃 我们不能影响别人 是我们的心不沉 我们的心做得不够好 果然是真心诚意 如理如法去修学 尽量去做好 为什么要这样做 绝不为自己 为众生 这是借淫众生的钱方便 所以一定要立于 然后才成就 信得里头的欲望 那个欲望是自在美满 这个是一般凡夫 很难理解的 感谢观看